这个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他叫郑永年 一般认为说 他是习近平的智当 因为习近平有很多事情 是跟他商量跟他讨论的 他居然放了一个话 他放了什么话 他说现在在中美大对抗 就是说美俄大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跟俄罗斯你不要选边 如果中国在美俄选边的话 那就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那就不对啊 今天中国还有选择吗 中国本来不就要站在俄罗斯这边吗 你的不选边不就代表 你不要去挺俄罗斯吗 如果你不去挺俄罗斯 这个时刻另外一个变化就出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 金正恩还有普丁 普丁当时去拜访北朝鲜的时候 他迟到了迟到 让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两三点钟 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里面 普丁完全非常不把他放在眼里面 他去干嘛 他就在玩他的麦克风 当时的金正恩刚刚讲的 眼神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不高兴 可是就算你们两个人各怀鬼胎 就算你们两个人并没有站在同一条线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大环境下 北韩做了一个决定 北韩干嘛 北韩现在的卫星是用中国的现在 它的卫星要干嘛 它卫星要用俄罗斯的 还有北韩现在要派四个旅 四个旅的工兵营 大概两万人 我要进到乌克兰的一个战场 就完全的力挺俄罗斯 完全站在这个俄罗斯这边 所以四周你说 这个国际大局势正在变动当中 没有想到 当大家开始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没错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大家开始皮刷这蛋了 开始皮绷紧了 开始说了 当中国一说了以后 它就会影响到 它跟俄罗斯 它跟北韩的关系了 我们常常说世界是一盘棋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下棋的那个主key 美国的那个主导人 可能会换人 你会换人的话 那当然整个想法 战略思考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应该这时候 变天了 对 习近平的国师 他就突然讲一句话 如果中国入如果战 选边战的话 三战可能已经开始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话 跟美国对抗 那老早第三次世界战争 就会开打了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们绝对没有站在俄罗斯这边 他说我没有站在俄罗斯那边 就代表我没有挺俄罗斯 对 所以现在他讲法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讲法是说 我没有挺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被这个美国制裁 给全世界抛弃 所以他当然讲这样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是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话 俄罗斯朝北韩 还有中国的关系 在默默的变化之中 那怎么变化呢 因为我们到事实上过去 川普上来把大家都吓坏了 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朝鲜就是北韩 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可是最近北韩做了一件事 他说什么呢 我们国家电视台播送的这个画面 以前都用中国的卫星 但是我们现在改用俄罗斯的卫星 就是用这样 那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南韩他们都有在看 因为弄这个所谓 这个俄罗斯的卫星之后 他们很多南海的监控单位 没办法看到相关的影像 所以他们知道说是换了卫星 而且是换了俄罗斯的卫星 那不是很不给中国面子 你国家这个电视台 来说用的这个讯号 从中国的卫星变成是俄罗斯的卫星 所以表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跟朝鲜的关系 没有大家想象的好 中国对自己的北斗卫星 是怎么样的得意 而且他也想说 我的北斗卫星就取代美国的GPS 而且我等于说 大家用我的卫星以后 我才可以变成这个地方的资讯霸权 对 没有想到第一个阿博浪杠的 居然是北韩 对好那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金正恩上一次 不是在平壤见面的时候 他不是表情很不好看吗 这个普丁也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保杰你知道 他们两个今年已经见了两次面 见了两次面 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习近平还没有见过金正恩 所以说他们两个已经有好几年 没有见过面了 但是他们两个 对他们两个来说 已经今年见了两次 所以告诉你什么 朝鲜就是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急速升温之中 然后他跟中国的关系 似乎是渐行渐远的关系 我就连这个国家电视台 这个我都不要了 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所以其实美国一直想用 邪恶中心把几个国家 框在一起 这个中国俄罗斯 北韩跟伊朗 对 就跟他讲的 中国一Q了以后 绑得越紧的 对 是北韩跟俄罗斯 对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保杰 那因为跟川普有关 我觉得跟川普有关 当然跟川普有关 保杰 保杰我问你 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他第一个要对付的是谁 中国 中国他绝对把你 电得金屎屎 也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拜登的 他的主轴是中国 但是其实他也在对付俄罗斯 但是如果假设 川普上海之后 他跟俄罗斯 他是怎么说的 东京北约自己打 如果你们这个 我可能就不要支援 这个乌克兰 你们北约 欧洲应该尽点心力 他讲说我如果上任之前 我就要把俄罗斯 俄乌战争给结束 第一个 乌克兰如果不配合 不上台湾桌 乌克兰所有的军院 我都不可以演 如果俄罗斯不配合的话 我就把所有的先进武器 而且可以解开所有的限制 全力攻打俄罗斯 所以现在对这个普丁来讲的话 他时间有限 他应该要在川普上台之前 取得更好的战国 这样我在谈判才能够好谈判 那他怎么谈判 中国给我这个所谓资源 没有资源 因为中国已经说我不选边 Q了 Q了 但是有一个人会给我 那就是这个金正恩 那金正恩为什么会呢 因为宝杰你知道 过去金正恩一直很恨什么 我老是被你中国视为是老二 谁喊呢 中国一直说 他们之前不是中日喊 善国的高峰会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要促进什么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这个对金正恩来说 孰可忍孰不可忍 我就是有核武才能够搞到今天 就你叫我无核化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目前我只对金正恩来讲 他也寄望了川普上台 为什么 川普跟他曾经面过面那么多次 所以他可以直接通川普 所以他就不会是这个中国的小老弟 他是变成是这个美国的小老弟 都不一定 所以我才说 现在整个疯了 因为川普上台说 真的国际局势会出现非常大 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金正恩没有不敢赌的 没有不敢赌大的 现在赌一个大的是吧 除了刚刚讲我从卫星 从中国变成俄罗斯之外 现在我要派四个旅的工兵 你大概两万人 我直接要到乌克兰的战场 我要完全站在普丁后面了 对 因为普丁目前为止来说 急需要这个扩大战果嘛 我就讲 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搞不好战胜就要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嘛 你们要双方谈判 那对这个普丁来说 急需要非常好的这个后修军资源 你看最近他不是被打得非常辛苦吗 打得非常辛苦的时候 你知道乌克兰说什么 乌克兰说我们击落了非常多的这个导弹 都是北韩的导弹 北韩导弹 所以问题是你现在北韩要继续支援我 因为现在中国的支援到现在为止来说 有一点矩起来了 那所以他才来这个地方嘛 那听说他们上一次签约了之后是怎么样的 这个北韩拿了一亿多美金 就说好 我们要派这个两万名的这个军队 尤其是工兵旅的这个状况 有约莫四到五个旅 然后抵达乌克兰的前线 他们在顿内资格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直接参战 但是他们会做什么 这个排雷 还有维稳等等的这个工作 那甚至会帮俄罗斯构建所谓的军事的这个 战好 那这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他要巩固现在有的这个疆域 我要把它巩固住嘛 所以就是说你就知道说其实 目前是他你看 这个这个金正恩拿了1.15亿美金也非常好啊 反正拿到我现在欠缺一些所谓相关的资源啊 你给我 那我给你这些武器 我给你这些这些所谓人员 所以现在反而是站在这个俄罗斯后面的就是北韩 所以没有想到上个礼拜五的那一场的辩论会 现在大家感觉到了川普要当美国总统了 他的联谊 他的整个连锁反应会这么的强 而且我们都还注意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 连BBC还报道 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 我没有想到中国跟北韩的关系这么样的糟 也没有想到金正恩现在这么防着中国 因为在压力将在很多中国跟北朝鲜的边界的时候 居然刚刚讲的都说是钢烧 设置铁丝网 他干嘛去阻隔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对没错 实际上这是BBC的报道 他就是说 这个图片显示了北韩封锁了跟中国的这个边界 你看这是最新的报道 他在说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在COVID-19的过程里面 这个北韩把这个中国跟朝鲜之间的 这个边界把它持续巩固了 你说都是弄这个铁丝网 对铁丝网都弄起来了 那整个国境都弄起来之后很难跑出去 另外是什么 宝贤你仔细来看 这之前的这个围墙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围墙中间来说的话 他有这个哨所 一个一个哨所在这边 也就是说 他巩固非常严重 就是不让你跑 而且他也不想让中国 不想跟你互相往来的这个局面 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中国跟北韩之间 我不但是有铁丝网 我不但是有铁丝网 一段时间我都还有哨所 哨所就有军人 在这里掩蔽监控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讲 这是之前的 这个原本的这个画面 你看他现在把很多桥 都把它组起来 然后把这个所谓围墙都组起来 在这个压力将这个周边 你看以前是没有 现在是有这座墙 另外一个你看 原本在这个北韩 跟这个中国的新异州 这个地方来说话 原本你看蓝点的部分 就是相关的这个 蓝结点这个部分 那红点的话 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哨所 好这个围墙 你看现在 现在你看 这个哨所 这个红线还在 但是红点红点都是什么 红点红点就是一些 相关的边境的这个措施 至少有2370 307个 他根本是搞了一个万里长城 对 所以你说他把 他跟中国之间的封锁 把它封得越来越严格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在2019年 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现在已经盖了非常多 周边的这个大楼什么什么 把它封锁起来 所以可见呢 北韩现在是比较防谁 防中国 防得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特别提到就是 在蓬佩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当时是吧 就是这张照片 是 他当时有跟金正恩戒辩 他说他最惊讶的一段话是什么 金正恩跟他讲 不要相信中国人 中国人都是骗子 对 这句话是来自什么 是来自蓬佩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就讲到说 他去见金正恩的这个件事情 那金正恩就跟他说 他认为中国都是骗子 他说 我还宁愿美国在这边驻军 因为为什么 你美国驻军的时候 在保护我们这个朝鲜 免于收到中国的威胁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 因为南韩有这个驻军的时候 所以中国拿我们美子 他说万一 如果假设美军离开的时候 中国可以掌控 整个朝鲜半岛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西藏 所以他希望美国在南韩驻军 对 他说我们会变成西藏 我们可能变成新疆这样 可是保护他讲的话道理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因为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安全 太重要了 所以中国一定会想要控制朝鲜半岛 那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去控制新疆 中国想要控制西藏 他就没有道理 不想控制朝鲜半岛 所以这就是金正恩怕的 金正恩就说 因为你们驻韩美军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就免于中国的威胁 他跟旁边要这样讲 蓬佩奥就有点惊讶 他就说 我们中国常常重生的美军 撤离韩国将会让金正恩开心 金正恩笑得起来 并且兴奋地拍打肚子 感叹中国人是骗子 骗子 所以你看他原文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金正恩的这个想法里面 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朋友 真的在国际关系里面 真的虚实难辩 对 没错 所以事实上你看 而且他们见面的时候 还有非常有意思 他说金正恩跟蓬佩奥说 没想到你会出现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对了 我们是的确想要杀你 但是我们练习很多 没有杀掉你 但是我现在很想杀了你 但是你知道 他们国际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 即使我要杀掉你的时候 两个要合作 还是可以互相的合作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知道 他们后来见面了 川普不是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吗 他就说 他把它称为叫做小火箭人 Little Rocky Man 就是这样 金正恩跟这个川普见面说什么 你叫我火箭人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那个Little 所以让他事实上显见 即使是他们双方 这个你来我往来说 他们也知道 我们真实的这个利益是什么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真实的利益就是 北韩现在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不甩中国了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 最重要是 之前他不是空飘气球吗 空飘气球弄了一些会晤 有一些大便 有一些回宠跑到了南韩局 对不对 他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丢这个气球 不是丢给南韩看的 我是丢给中国看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之前5月27号 不是在首尔开这所谓的三方会谈吗 三方会谈里面 你看李强 这个尹锡悦 还有这个岸田三个人就说 我们要达成 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 所以这时候对金正恩就很不爽 我无核了之后 我就没有这个地位了 虽然就在你说要安全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这个所谓排泄物 空飘到南韩局 甚至他后来不是在发射 四射这个飞弹吗 所以这个动作就告诉你什么 金正恩现在在川普 可能当选的状况之下 他知道未来我就直接跟川普 这个对话就好了 我还要透过习近平干什么 所以未来的话 这个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恐怕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你说现在这个局势 真的是诡谀多变 普丁已经很久没有迟到了 结果没有想到 你在拜访北韩的时候 你大迟到你大迟到你 让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三点钟 而且在过程里面非常的不礼貌 照理讲 金正恩应该非常的生气 可是没有想到后面竟然全力的配合普丁 然后这个局势急转直下里面 关键当然是中国感觉他在抽手了 现在关键在中国 好像对俄罗斯对北韩都保持了一个适当距离 而中国为什么保持这个适当距离 因为川普真的有可能当美国总统了 你知道川普上台之后 中国自己心里有数 他还是川普的主要敌人 那这时候其实金正恩 还有这个普丁来讲的话 对川普来讲 他都是小孩子的意思 你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川普说什么 说普丁基本上如果他在位的话 普丁不会打乌克兰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泽罗斯基还有普丁 大家都在找下台阶不是吗 当预防川普年底 如果真的当选上台之后 是不是恶乌战争 真的是和平 会露出一杆曙光呢 再来一件事情 你看金正恩 他是从来以前来讲的话 跟川普见过面 而且他其实跟川普谈得不错 那金正恩来讲的话 跟习近平 他之间的友好关系 其实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常常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来讲 都是猜忌的 知道即便是有中共抗美援朝 但是你知道中国抗美援朝之后 做了什么事情吗 做了什么事 要讨钱 讨钱 清日诚讨钱 那今天也气死了 你进来帮我 你看后面来跟我讨钱 补偿款等等之类的 再加上后面你再发现到一件事情 金正恩他的上台 中国留了一手 他把他的哥哥金正恩 把他养在澳门你知道吗 后来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气得要死 你是不是准备要送他回来 夺取我的王位 所以当时不是派人到马来西亚 把他的哥哥暗杀掉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北韩一直都在防着中国 朝鲜半岛以前不是他的朝贡国吗 中主国不是这个中国吗 是不是有可能把朝鲜半岛要回来 所以其实对越南 北韩等等这些周边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都很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之后 就把他们吃掉了 但是真的怕 对啊 但是美国不会啊 这个是真的 也就是在北韩跟中国的边界 他居然搞了一个像 类似万里长城的东西 第一个 我用铁丝网全部包围 我不但包围 我中间还建立了一个一个的少数 是啊 那你知道说 其实北韩都在防范中国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你通常把我的情报都送到南韩去不是吗 或者是说你可能接收我那些相关的情资之后 是不是跟美国交换 当做一个筹码跟美国交换 这其实是北韩非常不信任中国 所以你看到现在 卫星换成俄罗斯 卫星的通讯系统要换成俄罗斯的 其实他更早之前也不是用中国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用了中国之后 可能发现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的情资可能外泄了 这时候为什么普丁到了这个北韩访问之后 才把它再换成俄罗斯的这个卫星系统 其实这说明一件事情 俄罗斯可能跟北韩也说了 其实我可能也是受爱者 为什么 俄罗斯可能也是认为说 中国也有可能把我的东西拿去跟美国卖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说中国他想要两面都讨好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北韩的 北约的秘书长史腾伯格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中国不能游走在 俄罗斯跟北约之间 什么意思 中国你可能拿东西到北约来卖 中国你可能拿东西到俄罗斯去卖 所以两边想要讨好 结果到最后来讲 全世界把你看破 看破你的手脚 所以北韩可能也 从普丁那边得到很多讯息说 你可能你弄他的卫星 你的通讯系统 你的情资 可能都拿到美国去卖了 拿到北约去卖了 那这时候俄罗斯跟他讲说 你用我的卫星 我基本上我们至少是好朋友 可以挂在一起的 这我就懂了 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里面 有一条就是说 现在北韩从 本来从中国的卫星 变成了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卫星 谁发现的 南韩发现的 因为南韩要监控北韩 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搞了半天 根本不是什么南韩监控北韩 如果南韩可以透过这样子 来监控北韩的话 他就可以监控中国了 不合理 搞了半天是中国 根本就把这些资料 不断的交给南韩 那有一天中国讲 我不能交给雷尼 因为他的卫星变成俄罗斯了 南韩才知道你换卫星了 是啊 所以这些事情是南韩透露 南韩官员透露说 我在怎么找不到 这个过往的这些讯息 代表说 是中国卫星漏洞吗 我认为的不是 中国他自己也会防范 否则中国的信头都到西方国家去了 只是说中国有可能把 北韩的相关的这个 这个资讯呢 卖给西方国家 这可能是北韩为什么现在转成 这个俄罗斯卫星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金正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断的发射了飞弹 他不断的飞机升空 不断的在南北韩的边际 制造了一个紧张关系 大家一开始觉得 金小胖又在闹小脾气了 他又开始在闹事了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 过去南北韩或者北韩在闹事的时候 他就是一颗飞弹 两颗飞弹 三颗飞弹 打完就没有事了 但这两天非常怪 今天就讲了 130架的战机升空 你每一架战机的升空 那耗费的油料 造成的这个所谓损耗 那都不是北韩现在的能力 可以负担得了的 还有就是 东亚日报讲 朝鲜也就是北韩 两天发射的导弹 就已经耗损了 2416亿美元 当时北韩一年的出口额度 它两天都把你打光了 那你真的有这样的家庭 你有这样的底气 而且你这样的状况 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发现了 北韩今天不断的闹事 不断的发生飞弹 难道有中国的支持 而中国现在因为被美国封锁 刚刚讲的 你已经把我开始关门了 你已经把我所有的 兼闭信息 你已经不让我有任何的活路 甚至我们看到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福利曼作家 现在全世界都有一个 去中国化ABC 有些人你可以go anywhere but not China 你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是你就是不能去中国 如果我已经被你封锁了 习近平有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破罐破摔 我不敢表面跟你翻脸 可是我一直制造局部的冲突 制造的局部冲突之后 我就造成美国的麻烦吗 如果说现在中美的冲突 已经不是只有经济了 已经不是只有科技了 现在中国也要制造局部的冲突 来造成美国的麻烦 那台湾会深陷其中吗 最近我们看到 金正恩不断的发射飞弹 不但还传说把炮弹送到了俄罗斯 我们本来都以为说 金小黄又在闹笔气 可是你点出了一个重点 他不是打一天 他打了好几个月 打了好几个月以后 这个炮弹都要有钱的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底气 所以大家想 搞了半天 现在在中美对抗里面 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 习近平故意制造局部冲突 制造局部的紧张关系 跟美国叫牌 而且最近让美国最头痛的 其实是金正恩 为什么 金正恩从9月25号 一直到10月12号的时候 他已经连续发射了 这个9次的飞弹 9次 结果他这几天 越射越夸张 我觉得11月12号的时候 他射了25枚的飞弹 结果11月3号的时候 又射了约莫斯 80几枚的飞弹 一共两天就射了 100多枚的飞弹 他不止这样 他11月4号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的时候 他180架飞机 起飞 然后男孩很紧张 他甚至还派了F-35A 来应对一个状况 你知道双边现在 有点剑拔弩张的这个局面 那你说 那就是金小胖自己在闹事 可是保雄跟你讲 绝对不是金小胖在闹事 不是金正恩在闹事 你知道他这几天 11月1号 11月2号跟11月3号 这两天 他射了100多枚 你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 至少可能2亿美金左右 2亿美金是什么数字 他把家底拿出来 他一年的国防预算 才40亿美金 他一天就射了2亿 你觉得他哪 他现在是国穷民困 他哪来这么多钱 在那边搞这些东西 等于说你一年的贸易出口 就打光了 所以一定是 人家就说 你是后面有人当你的巴库嘛 那到底是谁 在当你的巴库 那当然就是习近平 我们讲到习近平的 所以习近平在闹事了 当然习近平的个性是 有仇必报 你对我强硬的时候 我绝对对你更强硬 所以就狭路相逢 勇者是 没错 那为什么这样 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这个说法是什么 你看 弗里曼说 你看最近的这个重要字叫做 Chicic 叫中国出走 美国都要从中国出走 另外一个 纽约时报的北京的这个社长 布瑞薛他说什么 他就说 美国目前有一个叫ABC政策 就是Anywhere but China 虽然大家都把China排除在外 习近平看得当然非常火松啊 说你这样搞我 那我要搞你啊 你要全面围堵我 对 你全面围堵你之后 那我就想办法来给你制造个小麻烦 让你觉得非常麻烦 所以金正恩就是他的小麻烦 对 这时候金正恩小麻烦怎么制造呢 除了他在这个北韩这个地方 挑起南北韩还有日本的紧张之外 另外一个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白宫说什么 白宫突然说 北韩你私底下 送非常多武器给这个俄罗斯啊 宝姐 请问北韩有那么多 他自己人民都不够吃 他还有办法援助俄罗斯 没有办法吗 所以显见这后面一切的引武者 忽自欲出那个人就是习近平啊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 南韩的东亚日报就提比到 你刚才讲的 你两天发射这个导弹 耗损是2400亿的韩元 你连一年的出口就这样打光了 所以我们就说最近北韩的人民 已经饿到在吃乌龟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要求说赶快国际给他支援 可是你看 最近今天根本 根本是完全是发疯了一样 9月25开始射 28 29 10月4号 10月6号 你看在10月9号 10月12号 就到射这个问题结束 你如果 我跟他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结束 为什么 因为10月16号要开20大 请你先不要动 20大就没有了 对20大就没有了 你看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射 射完之后20大开完 他马上又开始 对 11月2号马上就射了25枚的这个飞弹 紧接下午又射了100多枚 然后11月3号再射4枚 然后再射这个80多枚 那你看搞到怎样 搞到南韩都相当紧张 日本都相当紧张 那你要统计我就讲 光是这两天就是一年的出口 那你还有前几天那么多 你少说你已经射了 非常多的这个飞弹 你哪来那么多钱 对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竞争 哪来那么多底气 所以那台说 你真的后面就是 有大人在援助你 那个当然就是习近平 好 那刚刚讲 所以柯比就特别提到说 虽然我表面上讲 北韩私下提供大量的炮弹 给俄罗斯 来投入乌克兰的战场 然后呢 现在 他居然是怎么 重点在警告中国大陆 不要越界 没错 我们知道柯比说什么 他说最近北韩 取到第三国 从这个北韩运出去之后 从到中东 然后到北非之后 然后就进到这个俄罗斯去 给俄罗斯非常多这个武器 然后可以来打乌克兰 我觉得完全 有点不太合逻辑 为什么 因为北韩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枪炮弹药 其实很多还是从 俄罗斯的技术来的 俄罗斯 以前北韩的技术 就是来自俄罗斯 那结果你竟然还有办法去 援助他 还生产炮弹药给他 目前北韩的生产力也是不足 他那些原物料 搞不好取得都成问题的时候 没错 你拿来的那么多 那么多 这个所谓原物料 可以送给这个俄罗斯 所以显然这个 其实是不太合逻辑的 所以其实柯比还 你看他故意后面还说 多次警告中国大陆 不要越界 不要越界就是 你不要给我 你或许当这种淫无者 我可以 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但是你千万不要给我 大规模的援助 所以 现在本来有的时候 台海鞋子非常紧张 就搞了半天 最紧张是南北韩 当然 南北韩多紧张 抱歉 你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就这样 当时10月2号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射飞弹 射到这个区域吗 来吗 射了那么多飞弹来之后 南韩 隐其越上台之后 果然就不一样 他说好 你射到这个地方来 我马上飞出去 他飞出去之后 你看第一次 南韩的飞机居然越界 越界了 然后越界 他又用空对地的飞弹 打跟你一样的位置 所以他跟你挑衅 你发射这个空对空的飞弹 空对地的飞弹 我发射空对地的飞弹 也去打 所以双方向 显然是相当相当紧张的局面 那你看原本的 这个美韩之间 在进行一个 叫联合的空中军演 叫警戒风暴 就因为这样的时候 还宣布说 我们延场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南北韩的局势 现在连日本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日本非常紧张 他发射飞弹出去的时候 其实曾经触动了 日本的J-alert 就是说日本国内都非常紧张 包括新系线 工程线 很多线都听到说 有飞弹飞过来 所以日本也很紧张 所以才说 这能够搞到 让南韩和日本 美军都这么紧张 那后面当然一定是 习近平这时候 我给你塞浪一下 好好的逗逗你一下 所以讲这 我虽然说 我现在对台湾有企图 我现在等于说 对台海其实升高 可是他现在要把整个 第一岛链 全部一片风火 对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态度 也非常清楚 我跟大家讲 实际上我们就说 现在中国战狼 不是只有战狼外交 他现在要什么 战狼金融 我跟你讲 中国的这个政建会的 这个副主席方兴涵 他说什么 警告外资啊 你不要和中国和香港对赌 他直接跟你呛赌啊 那你就知道 连这个过去我们都说 金融界有必要这个样子吗 他跟你完全开战啊 那你还怎么做 今天的港股 跟今天的这个上阵 他给你狂拉 你要出 我就给你狂拉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他就用这种战法 他等于是真的投注资源 跟你对干 你外资要卖 20大之后很多事情真的不一样吗 因为20大之后股市一直跌跌不休 好你这样我跟你宣战之后 我就开始拉 所以他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是你验扬的 我们刚才讲ABC Anywhere but China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 面临到非常大压力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后撤 他反而跟你干个越深 好那刚刚讲的 现在中美 过去我们刚刚讲的跟中国关系最好是华尔街 华尔街很多的基金全部投资中国 在中国赚了满盆满破 赚了很多的钱 可没有想到 现在全部都要跑掉了 所以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 老虎全球管理基金 这个基金很重要 他说连他都要跑了 这个老虎全球基金 其实是一个投资中国基金非常早期的 他早期就有投资什么 新浪网 还有搜狐网 还有网易 他2002年就已经投资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主要 早年在投资中国大陆的 就他今天就说 那我们准备要完全投资停止 而且要出清相关的个股 所以你看华尔街 他现在已经在慢慢的从中国市场在撤退 那好 那你知道你跟我这样子互相的对抗之后 习近平呢 他有传好粮草跟你对抗 他也准备了 怎么办 他现在做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用国营企业 把大型的民营企业 把它整并起来 把你吃掉 对 你用一个字非常精准 叫吃掉 怎么吃呢 你看我们在中国有三大电信公司 一个叫中国联通 一个叫中国移动 一个叫中国电信 那他们三家公司最近分别给出了目标 你中国联通 你跟腾讯达成个合作协议 你中国移动 你跟京东达成一个协议 那个中国电信跟阿里巴巴达成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 双方互相来合作 那你想也知道 那不就把腾讯 京东 阿里巴巴给吃了吗 而且三大电信公司把你吃掉之后 那结合这个所有的东西 我有这个电信的网络 我还有这个平台可以弄 所以这三大公司一旦都被我吃掉 我真的完全掌控一切 所以我才说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习近平又想一个方法 就是我塞狼金正恩 然后让亚洲情势更加混乱 好 听会 一开始看到了金小胖 四射飞弹讲 你又来了 你又在闹事 你又想说让大家注意到你了 你又在创造你的谈判筹码了 可是怪的是 过去四射飞弹 一枚两枚三枚 最多三枚就没有了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刚刚讲 我从九月 从九月开始 我就开始四射飞弹 九月二十五号四射飞弹 二十八 二十九 十月四号 十月六号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十月十二号 他的二十大要召开之间 我就停了 停了以后 这两天 十一月二号 十一月三号 十一月四号 他们讲两天的时间 就把你一年的出口 全部打掉 所以 那个不是一期用事 那也不是在闹事 那是摆明的 我就知道造成 整个区域的不稳定 造成区域不稳定 这个时候 国际战略占家 才发现不对了 你不是自己在搞 你是习近平在闹事了 对 这个金正恩 到底有那么大的底气 那为什么要射那么多飞弹 这飞弹都是要钱的 刚刚有提到 他那个射的飞弹的这个价格 这个金钱呢 等于是他一年 这个从中国大陆 进口这个粮食的 这个总数额 你不拿这个钱来救百姓 你拿这个钱来射飞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定有底气 什么叫底气呢 射完之后呢 有人自动会付费 那有人会付费 那代表什么 后面有人在支持 为什么讲 因为一开始 9月底在试射费的时候 比较没有人在注意到 金小胖的动作 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反正你要跟美国叫价 又得闹事了 对 那所以你要逼美国上谈判桌 那时候美国也不太想理他 但是没想到 越射越疯狂 一直到了 当然20大他暂停了 给中国面子 等到11月初的时候 又开始这样的 这个爆发性的试射 所以这个事情代表说 什么意思呢 他一定背后有 他的阴谋存在 什么阴谋存在 如果你在配合什么 前几天新闻就是说 北韩他提供相关的 这个飞弹给俄罗斯 然后透过这个北飞 然后转过去 如果这种新闻是真的 假设如果他是真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中国在背后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嘛 所以不是北韩给的 如果你再回推一个时间来讲的话 10月23号当常委确定之后 24号不是美国公布火箭军的 火箭军位置 位置吗 然后接下来一连串的 包含国家安全会议的报告 然后包含这个国防部的报告 然后拜登出来讲话 奥斯汀出来讲话 苏立文出来讲话 布林肯出来讲话 这全部都在搞什么 都搞习近平嘛 接下来换习近平 要搞美国啦 你看富士康的事情 富士康本来就是 本来是压时间没有错 但是现在压 真的在搞富士康啊 不是 现在在搞苹果 要搞苹果 你看苹果这几天的价格 一直不断的下跌 股市一直下跌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华尔街受到损害了嘛 华尔街受到损害之后 一定会压迫他的政府 拜登 你好好的去跟习近平谈一谈 不要这样子搞 所以习近平开始闹事了 开始闹事了 所以他用了朝鲜半导 这个局势来做什么事情 来跟美国叫价 为什么 因为11月15号16号 在印尼 拜登跟习近平准备要见面了 但是在见面之前呢 习近平要不要全 板手都是筹码 你今天为什么会这么讲 苏立文 就是美国白宫的国安会顾问 他曾经在这个 所谓在野的时候 就是川普当在他四年的时候 苏立文写过几篇文章 他说如果要处理北韩问题的话 我们要靠中国 他如果思维是这种思维的话 那今天北韩闹事 那谁能够叫北韩不要闹事 中国 就是中国嘛 我就有牌了 所以中国不是手上就一张牌了吗 然后再加上苹果这张牌 经济牌也有了 然后朝鲜半岛安全牌也有了 那今天美国要搞台湾 我告诉你我搞这个地方 然后让你更加不安 而且你的韩国跟什么 日本一定会跟美国讲说 赶快拜登你赶快去处理一下这些 跟习近平好好讲一讲 事目前为止 能够压住西角胖的 可能就只有习近平而已 好所以董事长 刚刚才到一个新闻就是 现在美国指控 北韩把这个炮弹 送到了俄罗斯的战场上面 他警告你不可以再这样干 特别警告中国不要越界 可你说你整个生产能量上面 现在全世界唯一可以援助俄罗斯的 只有中国 所以中国干冒天下之大不会 已经把手伸进来了 他这个通过北韩处理 他本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因为北韩小弟去背黑锅 我是透过北韩去洗产地 再交到俄罗斯去 我认为北韩是已经被抓出来的一个对象 北韩今天为什么突然间发神经病 在谈话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 老修成路 你还没制裁我先干你 对 该怎么搞 他我跟你拼了嘛 你刚刚讲了嘛 炮弹一响黄金万两 他后面钱谁出的 谁给他的东西 一百八十几架飞机 你是发疯了 全世界也没有一百八十几架军机 他准备一夜时间 要把汉城整个毁掉 对 他就自动开始嘛 而且你上去 飞机的油料是很贵的呀 一百八十架飞机 你要打什么仗嘛 你要打什么样的战 你什么样的形态战争嘛 这是毁灭性的战争 你是全面作战是不是 我们台湾到我们的西南空域 飞个三十架 对 二十架 那就不得了了 老美就吓坏了 我们台湾人无所谓 夸夸惯惜惯惜 他一百八十架 你看你现在回想看看 全世界这一两年来 有没有那么多的飞机 从事在天上 没有 就他一个国家 他干的目的何在嘛 他干的目的很简单嘛 他是先发制人 后发制人 他知道你一定会跟我翻脸 对 老子先搞你嘛 你在给我制裁我北韩 对不对 那我就真的跟你干了 对 那你认为老美不会怕 老美会怕 老美当然会怕 他肚子肚子笑的嘛 这是真正典型的狭路相逢 永远是 最勇敢的就是西小胖 我就跟你干了 对 他这个多屌 这就跟黑道一样嘛 我小弟刚出来混 对 跟了李刘大哥混 你们看哪个不顺眼 眼睛瞄两下 我砰砰给他两枪 你还没有叫我干 我先帮你干 对 干完之后 大家一起脱下水 他现在这样干 他现在这样一干 我跟你讲 老共解放 中国支持他 对 俄罗斯挺他挺到底了 这个 你不看黑帮里面有个最有名的就是老妖嘛 对 老妖是干什么的 冲第一线的嘛 他就是干这个老妖杀手角色 他就是干这个角色 你解释给我听他在干什么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的目的是何在 他这样跟南韩打吗 当然不是嘛 他在恐吓嘛 恐吓的目的是什么 恐吓是不是取财嘛 取财 恐吓 恐吓取财 但是恐吓取财啊 谁给他财 中国给他财 金主嘛 有潘纳嘛 后边有潘纳嘛 有凯茲要给钱的嘛 他在帮凯茲在演的嘛 这个香港港剧 港剧 武航 洪金宝的武航 松化洪棍 对 他在搞这个 搞这个有人买单嘛 那买单他扛嘛 他当然不怕 我撕他我也不怕 你就把炮弹轮到我家来 你知道吗 我们万华有一个真猪呆 就是这么起家的 不怕死嘛 他不怕死嘛 那就有人会买单嘛 只要你带总 你敢干 干到对方的好人怕你 那我这边就买单 很简单嘛 这根本可以到一模一样的行为 我告诉你 他这样搞的结果 就是俄罗斯买单 中国买单 然后炮弹就运给他 是 然后他再狠一点 我告诉你好不好 他再狠一点 他就跟老共讲好 对 我这些分工厂 全部给你 你把机器放进来 是吗 那他就在那边 直接在北韩生产了 在北韩生产 还提高就业率 他怎么不能干 反正这个战争 你认为打多久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慢慢跟你搞啊 他北韩啪个屁啊 他怎么 这个很容易啊 生产线 国际政治根本不是我想象的 什么大家理性 没有 所以我就懂了 在雷根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话 他的幕僚跟他讲 你不要每天这样的发神经病 你不要每天这样的抓狂 对你的形象不好 然后雷根就要讲 我不发神经病 苏联会怕我吗 我问你嘛 现在这个南韩现在是昏倒了 南韩现在怎么搞他 美国在选举 南韩刚刚发生尼泰院事件 然后日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北方四方 然后四方联盟还没有组成 你说怎么办嘛 我告诉你很简单 这个耍狠的结果 他的炮弹 他的军援 就源源不断的从北韩 这个白手套 就直接就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北 俄罗斯冬季攻势要怎么发动啊 冬季攻势真的靠伊朗那几个无人机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嘛 当然中共 解放军直接给他东西打 这个才打得下来嘛 对 所以这个仗打的关键 为什么他一进最后 柯比就带一句话 不要越界 中国不要越界 那表示什么 你会越界 已经越界了 已经越界 什么你会越界 他二十大过他怕谁啊 没怕了 当然不怕嘛 反正你要搞我我会搞你嘛 对不对 大家 就耍狠的 当然耍狠 那习近平不敢耍狠 他要不要打人 是金小胖去打人 对 因为那个神经病 那个腹地已经打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很轻松 他是扮演金主 他是提供一些物资 对 他炮火给你 枪炮给你 而且还可以做 所以他就真的当那个黑社会老大的 那个角色 我提供军火 他确定他是老大 这个不用怀疑 习近平从二十大之后 他就是世界老大 好那穿上 刚刚讲到了北韩可以这么快速的发展 他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 以他自己的能力 他没有 他一穷二百 根本也没有钱 可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这么快速的 从他刚上任 两个飞弹在空中爆炸 现在可以这样子精准打击 后面有两个非常可怕的力量 现在也非常清楚了 连年邮务时报 华盛顿邮报都指出说 在他背后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川普被普丁跟习近平耍了 是的 把金正恩上来之后呢 短短几年 他已经发射了八十几次的飞弹 八十几次 八十几次 而且现在已经打到的是 进入了洲际飞弹六强 而且他前面很多次呢 非常精准的打到日本海 有一次连发三枚 每一枚都命中目标 大家都很过急说 你知道发射一个是 几亿几十亿耶 他打那么多钱哦 大家就想说奇怪了 从2005年开始 整个北韩就被彻底的封锁 一穷二百 没有钱 没有技术 没有人 他从哪边来这些物资 那这些技术呢 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你看他的规格 你看他的所有方式 大家发现说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 在他背后立体 比如说 他现在打的洲际飞弹呢 他在太阳节里面也有出现过 那出现过的时候 大家一看 很多专家一看就吓到了 怎么要吓到 那是白洋飞弹 白洋飞弹 他整个外形就跟俄罗斯的 白洋洲际飞弹 长得非常的像 所以他的祖宗 就是来自俄罗斯 而且反正事实上呢 整个北海 他的整个 不管是飞弹和核弹 就是俄罗斯一手训练出来的 当年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 俄罗斯就跟金日成讲说 我来帮你训练人 所以他们挑了 整个北韩最聪明的脑袋 三百个人 俄罗斯亲自去教他们 然后教他们之后 教会之后 他们再回到了北韩 再训练出三千个人 一把手就把他给带起来 然后俄罗斯帮他们建了 临边的整个第一个核设施 也是俄罗斯做的 北韩的核设施 是俄罗斯人建立的 技术也是俄罗斯教的 里面的他们的核弹之父 飞弹之父叫做徐向国 28岁到俄罗斯 就拿到了他们的博士学位 所以当年呢 苏联还说 你不要回北韩了 我直接给你入籍 他还是回到北韩 就知道这个人多强大 所以这技术来自俄罗斯 来自苏联 而其他的物资呢 来自中国 这一次呢 技术来自俄罗斯 但是物资来自中国 这一次不是金正恩怡 他们也放出来一个画面 金正亲自去视察 然后那个车子是可以移动的吗 看到那个移动的飞弹车的时候 全世界都傻眼了 因为那个车子太眼熟了 那个车子呢 就是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卖出去的 所谓的豪卧型的 各种的巨型的运动 伐木车 伐木车怎么可能来发射飞弹呢 可是伐木车其实不容易发射飞弹 当时呢从2006年开始 联合国就说禁运 各种这种物资都不能进去 只要任何跟军事用途有关的 全部禁运 结果2013年的时候 中国说他们有很多丛林 所以我们把这个华木车给送出去 它是纯粹的民用 伐木车 所以就是这样子中国送进去的 那送进去之后 可是保险要发射一个飞弹 它的后座力 它整个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外表还是那个伐木车 可是里面的结构 各种避震 各种除震的设施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你说是中国大陆 为他们特别定做的 一定是飞弹车这样 而且还发现不是只有这一次 这一枚是这样子 在太阳节的时候 他们阅兵的时候 那一台台的 载的也是这种特辆 而且在太阳节的照片里面 还看到了 中国重禽汽车集团的那个logo 就在那个车子上面 你说挂羊头卖狗肉 我表面上是卖你伐木车 可是事实上我帮你改造成 是一个飞弹发射车 所以这个飞弹发射车 不只是如此 慢慢发现说过去的时候呢 它不是整个都被封锁了吗 原油呢 还是不断地从压力箱那边 源源不绝地送进去 油也进来了 油也进来了 各种物资也进来了 天然气也进来了 钱也进来了 他们要整个做原子弹 做核弹的话 它有那个分离机 分离机是1990年代 巴西斯坦偷偷卖出来的 可是全世界封锁巴西斯坦 不知道它到哪里去 结果巴西斯坦临近一个国家 中国临近一个国家 北韩 他们就怀疑是直接这样运过来的 中国送过去的 然后第二个要有钱呢 那是最近更明确的 包含联国都调查出来 就是你中国在帮忙 因为在6月29号的时候 美国的检准会查出来 中国的丹东银行 你就在帮北韩洗钱 那洗钱的证据一样一样摊出来 说我要警告你 中国丹东银行不能再这样干了 可是保洁只有丹东银行 还不止 整个金正恩呢 联合国调查发现说 他竟然一年呢 你被封锁了 他一年有10亿美元的收入 而且这10亿美元的收入 都可以进到北韩去 因为金正恩呢 他下面有一个叫39号市 而39号市就是等于 他的央行和财政部 是他直接控管的 里面的主持人叫做金日春 是金正恩的同班同学 然后保洁他呢 卖毒品啊 做伪钞啊 可是发现说 奇怪了 你怎么找到了 将近可以随时印20亿张的 这个伪钞的特殊布料 然后你怎么进来的 你说 他连这个布料 纸币的布料都被管制 这个纸币的布料 你怎么可能拿得到 对 你怎么怎么进来的 然后就算你都被封锁了 你怎么进来的 你只有一个缺口 就是压绿江那边 又是中国 又是中国 可以运进来的 还不但如此呢 联合国1817号的一个决议文 那个调查报告 是专门针对北韩禁运 十年来的运作 交出一个调查报告 说我们查到 那个39号是呢 他属于各国卖量挪通期 钱呢 他在国际上有账号 而这个账号里面呢 中国银行有十一个 中国建设银行有五个 香港的汇丰公司银行 有一个 十七个账号 通通来自中国 所以你就看到说 其实整个中国呢 背后是物资 还有这个金元 源源不绝 师兄 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不是非常简单的说 我的中美大对抗 而在中美大对抗的状况下 美国要去对付中国 我就要把 把日本的恐龙所给放掉了 现在北约 他居然要放一个办事处 放在了东京 等于现在整个亚太北约化 亚太会变成了第二个北约的军事联盟国家 而看到这样的方向 你没有想到韩国 韩国居然动起来了 以西约过去 韩国你会觉得 它是一个怕事的国家 它是一个不想惹事的国家 它是一个不想得罪北韩的国家 而现在以西约怎么讲 他要成立一个军事革新委员会 成立军事革新委员会 他说我们也要变成一个军事强国 我要找出军事强国的时候 他把这个人找出来了 金宽正 有人形容他说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怕 又悲伤的一个眼睛 因为他是南韩所有军人里面 最敢跟北韩呛响 甚至在这个延平岛的战役 在这个38座战役里面 他是直接跟北韩对象 直接跟北韩的射击 直接跟北韩发射飞弹的人 这么一个南韩最强硬 最强硬的强硬派 现在 现在变引擎院军事革新的副委员长 是从 你说 大变局来了 没错 日本要成为亚洲的这个军事强 韩国也想 那南韩的这个总统引擎院 他就成立一个军事革新委员会 他说 我们未来在面对北韩的威胁上面 我们要压倒性的军事实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军事大国嘛 南韩要变军事大国 那你要成为军事大国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人 他这个 他成立了这个军事革新委员会 他是认为委员长 但他找一个人叫金宽正出来 我跟他讲 金宽正出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说没戏唱了 也就是说中国跟北韩呢 就注定不可能跟南韩和好了 你说他是一个反中又反北韩的人 包姐他是 韩国军方里面最鹰派的一个人 最鹰派 他鹰派到什么程度 包姐你看 他曾经呢 这个所谓黄岩岛的炮击 或者很多炮击的时候 北韩你炮好多少时候 我就要十倍奉还 甚至美国还是跟他说 哎你不要 他是十倍奉还 甚至美国还说你不要这个军演 不要开枪 他马上就军演马上就开枪 后来还让北韩跟他道歉 所以他有一道金宽正的这个事件 就是北韩还跟他道歉 那北韩呢 他当国防部长的时候 北韩还想派人去暗杀他 所以北韩是很怕他 另外一个 中国不是对这个萨德很生气吗 那就是金宽正 他谈的萨德嘛 萨德是他弄的 所以你看他出来的话 北韩跟中国就知道说没戏唱 你就是摆明要这个样子嘛 所以为什么金宽正回来他绝对是满血回归 因为他在这个普警惠时代担任国防部长 后来文在寅担任总统的时候 文在寅整他 文在寅要对北韩交信 文在寅整他 文在寅就说 你以前犯了什么操纵 什么人民的舆论 还把他罗姿入狱 要把他乖起来 后来是因为法院说他没罪 后来他才被判无罪 但是他那种所谓上口手铐的事件里面 那时候还让中国媒体炒作一番啊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文在寅为了要取悦 北韩跟中国说 还要整住他 那今天呢 今天这个影学院就把他找出来 所以告诉你啊 影学院不是讲假的 因为金宽正出来之后 中国跟北韩都知道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而且当时不是讲吗 文在寅要把他罗姿入罪 罗姿在法庭上 我觉得那是整个男孩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 他在法庭上面 你知道底下做什么 全部都是军人 全部都是新兴的军人 全部都是他的下属 全部都为他保证 你可以看到 为他一个人 韩国的军方 是跟文在寅可以干的 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个指标性人物 他今天出来的话 那告诉你 韩国是玩真的 他是真的要跟北韩跟中国对抗 否则他不会把金宽正找出来嘛 我们以前跑政治新闻有个最重要的事 政治新闻最重要是什么 是人事新闻 因为你讲什么政策都不重要 当你把人丢出来 我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对 你今天你今天影席月讲什么 你今天要南韩做革新啊 你要把南韩的军事坏怎么化 你要怎么对中国 你要怎么对北韩 讲都没有用 对 当你把金宽正丢出来 对 什么都不用说了 没错 大家都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好那为什么南韩要这样说 我们看 南韩如果你说他的军事实力 他军事实力还不错 如果用国际综合的排行榜里面来说 他还排到全世界第六 第六名 对为什么第六 主要是因为他要压制北韩 所以他的军事实力来说 他有60多万人还有300多万以上的这个预备 他的军事实力比日本还前面 陆军有2000多辆坦克嘛 因为他要针对北韩的威胁 陆面上的威胁 火炮都相当多 所以他的火炮实力 事实上是世界一流的水准 包括空军 空军来说的话 包括F-15 F-51啦 这些战机都有 他还有F-35嘛 对不对 就他的战斗力当然没话说 海军里面来说 他有神盾 宙斯 神盾舰嘛 还有包括说他们的四中大王等等 还有两栖攻击舰嘛 就他的综合实力其实在亚洲 已经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呢 这个所谓隐习级院不以为不满足 他说我们要继续的这个加强 他说目标拥有 事前二治朝鲜这种 挑衅心理的压倒性战斗力 压倒性战斗力 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嘛 那金冠正出来就是要负责 做这件事情嘛 刚才讲啊 你都已经有全世界第六强的军事实力 你等于说你的军事科技 其实也不弱 他居然这么讲 国防改革是迫在眉睫 要达到第二次建军的水准 所以才把我才成立一个革新委会 成立革新委员放手 让金冠正去主持 所以我怎么让金冠正出来 因为金冠正跟美国关系非常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 可能要把很多美国的技术 引到南韩里面来嘛 跟美国关系的话 事实上这很多 韩国的这个媒体来说 都认为说他就是一个 韩国军方鹰派的代表 我们接着讲他到底多鹰 那在天安剑事件的时候 这个所谓金冠正就说 如果北韩发起挑衅的话 要进行强硬对抗 直到挑衅的起点 还有他的后援部队屈服为止 他说作为天安剑事件 还有盐平岛炮击事件的报复 如果要果断对抗的时候 我们要按射击量的十倍进行回射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十倍奉还 不是日本是韩国 对好那 这个盐平岛炮击事件之后 他就说我要进行 我在盐平岛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连美国国防部都说 哎情况危险啊 最好是推迟啊 他就说不行 如果能不能打消这个朝鲜的企业 就会被欺负 所以他就强行的实施演习 而且还派出实弹的 挂弹的这个战斗机出去 所以美国叫你不要 他还这样做 所以那他就真的是 鹰派到不行吗 十倍奉还 比美国还要更鹰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说这个后来2015年的时候 朝鲜有进行所谓地雷的挑衅 他有两名这个韩国的军人被炸 被炸伤 结果金冠正马上就说 好我们马上发29枚炮弹过去 过三十八度线 炮过去 发过去之后 结果你知道北韩做了什么事吗 他居然跟他道歉 说我们这一次调 北韩道歉了 对我们挑衅 我们跟大家道歉 所以金正恩不是不怕的 他是怕坏蛋 他是怕 走坏的啊 对你比我更狠的时候 我就怕你啊 所以那时候华盛顿来说 哇这个叫做金宽正效应 没想到居然还会让金正恩跟你道歉 对 所以说他他是非常不一样 他就真的强硬到底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不是强硬的对北韩 他也强硬的对中国 对 当时原来萨德系统在他手上弹成的 对 在他手上设立的 当时中国强力反弹 他甩都不甩 对他原本在2017年9月就要对这个临时部署 那为什么后来要赶快去部署呢 因为他知道说 可能在之后的这个普及会政权会不稳定 他就赶快去把他这个提前 而且把他提 时间把他往前 所以是提前一年部署萨德 所以中国对这件事是相当不能够接受嘛 他认为说搞不好普及会下台 不会有这件事啊 就你还搞这个 所以中国是把这个账记在所谓 金宽正的这个身上嘛 所以现在乙确找了一个既可以对付北韩 对 又可以对付中国的人 对 你看他的名言就是不能够打消朝衍的气势 我们就会被欺负 虽然就是这样 好不好 这个金宽正真的非常有意思 那他来他自己的国防部长的报告室里面 他放的是谁的照片 一般都放我们总统 他不是 他是放敌方的将领 你看金正恩的照片 金正日的照片 还有他们的最高龄 国防部长 把子上面的这个人像是金宽正 对他还不是用蒲警惠 还不是用什么 真的耶 他就是用金宽正 所以他们多恨他 你看打这个所谓射击的把子是金宽正 然后这个犬绝了训练这个狼狗了 我也用金宽正 所以北韩对他是恨之入骨 所以你说他上来的时候 又恨又怕 你觉得北韩会怎么样 当然是不想理他嘛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 中国 中国 中国你看中国金宽正 我不是说吗 文在寅整他对不对 整他之后你看 中国的报道 大快人心 刚刚金宽正被捕 称是萨德主要的幕后黑手之一 那强推萨德落户 那韩国前国防部长 这个金宽正 获判两年半 最有应得 你看中国是多开心 还把他上手铐的画面给拍出来 中国就是这样故意要羞辱他 所以你知道 中国为什么要羞辱他 因为都要恨之入骨 你居然给我弄一个萨德系统 我最终没办法接受 所以你看事实上就是这样 所以他等于是不顾这个 不顾这个中国的反对 他就继续弄这个萨德系统 而且他讲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在乎中国的反对 会如期的推动萨德的部署 对好 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他是 一个跟美国来说 关系非常好 你看 这2013年的时候 他当时跟美国的国防部长 还有当时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 他们见面 他们就是展开所谓三方会谈 所以他们当时的时候 三个国家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所以就说 现在他跟美国关系好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由他又来重新恢复 美国朝鲜 美国韩国跟日本三方的会谈 又重新恢复嘛 对 所以我觉得我才讲 这个金冠正的出来 绝对对 这个我们一直 之前如果你还怀疑 尹锡悦 是不是有所摇摆的时候 今天这个人事出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 没有什么好摇摆的 而且这一次的 俄乌战争里面 韩国居然是最大的赢家 因为透过这一次的战争 韩国居然赚了很多的军火钱 没错 保险你知道 因为韩国的 我们刚才讲 韩国的这个武器 是其实非常厉害 特别是陆军的武器 所以实际上 这一次在 俄乌战争上面 有非常多 包括说像 新宫的这个 监设的防空飞弹 还有陆军的这个 T80U的这个战车 暴式的 黑暴式的这个坦克 还有这个 这个验弓型的 这个反战车飞弹 你知道这发生什么事吗 原本乌克兰 美国不是说你各国 你可以 这个乌克兰可以开名单吗 就乌克兰开了名单之后 韩国都吓一跳 韩国就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些武器 你怎么会知道 那到底是怎么知道 所以很多韩国还有 秘密的武器送出去 结果没想到乌克兰知道 那当然是美军跟他讲的 所以他就把很多武器 都送到那个地方 好 那不只是他送的武器 到那个地方 事实上阿联酋啦 澳洲啦 还有这个 这哥伦比亚啦 埃及啦 挪威 其实他们都有买非常多的 韩国武器来说去年是70亿美金 今年至少是已经收到 100亿美金以上的订单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算得非常多嘛 那特别是说 你看说说俄乌战争 这是这个报纸的这个报道 欧亚时报 他说韩国以173亿的军售案 成为这个俄乌战争 最大的赢家之一嘛 也就是说因为他把 因为目前为止 美国的这个弹药 大概打到光了 打到光怎么办 那就是当然用韩国的啊 所以韩国现在开始 不断地把这个武器 送到前线去啊 那韩国我跟大家讲 韩国真的为什么那么厉害 第一个 他的战车 地面上武器 他都可以自己做 再来说他的造船实力 是数一数二 所以他等于是 他的军工产业有 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现在就是等 美国继续给你放力多的时候 韩国的军工产业 当然会飞黄腾达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这样讲 你不是日本的军工产业 可以大赚 日本的军工产业的 这个获利可以大增 对 韩国也在拼这个 对 特别是韩国都是大财法 他们什么现代啊 三星那些 他们全部都有 能够跟日本一样 军国军工体系 其实都准备好了一个状态 好董事长 之前我们讲的 在东北亚的国家 拼什么 拼我的贸易额 大家都变成了贸易大国 可以你之前讲过一个 你光是有一个 只是会赚钱 只是做贸易 人家看不起你 刚好要趁这个机会 日本也是 韩国也是 我们变成军事大国 当我变成军事大国的时候 我又卖武器 我又卖东西 我的互动 那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韩国看到 日本这样的崛起之后 韩国也要变成军事大国了 我觉得这个 跟尹徐锐他的这个 政党的立场 跟他个人的这个 政治的方向有关系 因为在他 他为什么会做那么大的动作 在他的前任几届 都在做阳光政策 对 阳光政策 你记不记得尹徐锐 刚刚接总统的时候 他在第一个礼拜 他把参谋总统换掉 对 他换了一批高级将领 他说把所有亲中的 亲中的 畏惧北韩的将领全部换掉 对 就是换了一批高级将领 那至于他的理由是什么不知道嘛 反正他看他 他认为是政治 政治因素嘛 所以现在进一步的 他不是光人事变动喔 他要做组织的改造工作了 对 所以他现在搞所谓的改革委员会 军事革新委员会 军事革新委员会 他把这个韩国的军队做重新的一个编制 跟重新的一个规划 换言之讲 现在的韩国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打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够的嘛 所以他搞这个干嘛 所以他的搞法 他找这个鹰派的将领金宽镇进来 鹰派亲美将领进来 他要做的工作 就是说台湾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 他要改他的编制嘛 因为现在你从乌克兰的部队 你看到了嘛 乌克兰部队的编制里面 它是小班制嘛 对 他一个班 一个战车才三个人 四个人就可以打了 一个班五个班兵啦 我们还在九个军人示意一班啦 所以这个准则跟编制 跟设备跟指参系统 完全都不一样了嘛 所以他现在 所以他讲的国防改革迫在眉睫 要达到第二次建军水准 而且他要做到什么水准 做到事前遏制朝鲜 这种挑衅心理的国家 是有一个压倒性的战斗力 对 我当然知道 这是他的所谓的目标 就是属于口号 但是我们从他这个国防改革 迫在眉睫 表示他现在的国防军 现在目前的韩国的 南韩的部队 是不灵光的吧 是属于前一个世代的 这个整个的组织跟编制 你说你已经是全世界 第六大的军事强国 你都还不能打 那台湾怎么办 台湾的很糟糕嘛 台湾糟糕我们不谈 今天不是在讨论台湾嘛 所以我就说他们 隐其类都认为到这种情况 都认为国防改革迫在眉睫 台湾有没有人在提过国防改革 没有 对嘛 所以你就知道台湾很糟糕 那不用谈了啦 以后等下一届政府再讲好不好 那现在我在讲说 他要改的东西 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事变动而已 他是把结构要做很大的改造 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换言之讲 日后的韩国的陆海空三军 极可能的形状 就是跟美军完全一模一样的架构跟编制嘛 因为他们从俄乌战场看打下结果 知道打法不一样了 都是联兵营的概念了 对 联兵营还有这种协同作战的概念 这种好几种不同的军种 可以同时在一个战区里面 做一个同一个目标的攻击 攻击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整个新的观念 已经是一个非常科技化的东西 而且你说现在整个亚洲 就像安倍晋三之前讲的 他进入到了一个君子暴变的状态了 对 这个安倍晋三早年 他是一个 因为安倍晋三就是一直他们的家族里面 就在推动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日本国家的正常化 他们一直要干修宪这个事情 他知道中国崛起的结果 如果他一直被绑在 他的这个和平宪法之下的话 他很快地就在这个地球上 会被人家淘汰掉 所以安倍晋三非常有概念的 这是谈到的 跟美国联合的所谓的 对中国产生一个环 这个所谓的珍珠链 珍珠链的一个包围链 要跟印度合作 整个要对中国产生一个包围 因为你要知道日本是在亚洲 实际上真正打过仗的国家 而且他很会打仗 他知道怎么样练兵 他是一个小国 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他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 他居然能够发动 二次大战中的大规模的战争 东亚战争 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 就开始打中国人 他那个战争的概念 就是他从他日本的 托亚入欧的 开始的概念 他们科技上不断进步 所以这个时候 他也学了中国的文学 他把中国的疫经的精髓 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君子抱变出这四个字 是来自于疫经 疫经的概念 就是他的原文是 大人虎变君子 抱变小人革面 他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人就是国王 这国王在成长的时候 他那样子 他是虎虎生风 那国王先天上就不一样了 那可是君子是 就是现在的 现代人 或是社会中间的知识分子 他形容 其实他不是在想人 他来讲日本这个国家 是为什么叫暴变 因为小暴生出来的时候 是长得很丑 小小的像个小猫一样 不好看嘛 可是越长大越长大 长大过程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那个皮纹 那个花纹 整个越来越漂亮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或新兴的力量 你要从小到大 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要产生出极大极大的力量 而且你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但这个要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所以他把日本形容成 用这种君子抱变 作为他们的一个借敬 跟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指标 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到整个东亚 真的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特别是北约居然把办公室 放在了东京就代表 现在整个亚太有北约的形式 北约是军事联盟 所有的相关国家 军事发展变成下一阶段的重点 你说台湾也不能置身事外 那当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么有了这个乌克兰战场的教训 乌克兰战场还可以透过它 西方跟北约这些接浪的地方 把弹药源源不断地运进去 台湾到时候如果中共封锁 我们的这个海峡 台湾海峡跟太平洋的话 我们的弹药怎么办 所以现在把方贵的弹药库 整理了以后 大量的开始生产购买 各式各样的弹药给它储存 你说现在台湾真的在储存弹药 没有错 那么也就在今天 我们国防部下了一连串的一个订单 包括搬用机枪大概就多买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有买 但是搬用机枪大概就多买了 2060 2060 这个等于说60艇的这个搬用机枪 那除此之外呢 81公里的迫及炮 大概买了107门 那么除此之外 120公里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迫及炮 也买了87门 这些都是多买的这个东西 那除此之外呢 也包括2000多具的这个望远镜 跟1万多具的这个夜视镜之外 那么其实啊 我们都听过红准火箭弹 对 红准火箭弹其实现在放了 大概有300多具 在什么地方 在南海的东沙岛跟太平岛 把红准火箭弹放在那个地方啊 那除此之外呢 陆军今年的11月 会直接向这个中科院采购的 5000枚的红准火箭弹呢 11月以前要全部交货给陆军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 现在正在停估 有可能成型的是什么 把我们陆军的相关的 最后一块拼图呢 给补上 我们不是已经有108辆的 M1 A2的坦克嘛 那问题是 帕拉丁的 这个M129 A6 帕拉丁的这个制走炮 后来因为 乌克兰战场上面的排挤效应嘛 所以后来 这个帕拉丁就没有了 四十门没有了嘛 捷克非常有可能 我们跟他购买相关的这个制走炮 捷克也给我们制走炮 不要小看捷克 为什么呢 捷克他们相关的制走炮呢 这次这个欧洲的制走炮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大放异彩 也就是他们的观念 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现在的制走炮太过老旧 我们的M1东9 A6 A5这些 都太过老旧啊 那么有些人问说 为什么要买 我告诉你 因为你不能假设说 那么解放军都完全不会登陆啊 那登陆了以后 还是必须跟他打入战 还是必须把他给赶回去嘛 所以你还是必须把这个制走炮 一定要跟拖曳炮 跟这个所谓的 那么坦克啊 这些还有包括攻击武装直升机 全部结合起来以后 才能够兼敌嘛 所以呢 你还是不能没有制走炮这块 跟捷克 那么来谈这个制走炮的 这个相关 因为美国现在 没有能力 另外身材献给你嘛 没有制走炮 我告诉各位 我这个礼拜一 才从捷克回来 我们跟捷克的关系 是前所未有的好 你知道吗 包括他们现在的新总统 包括他们的政府 更不要讲参议院 众议院 众议院的议长 刚结束访台之旅嘛 参议院也是 等于说力挺台湾的嘛 所以我们如果跟他购买 连美国都不会有意见 所以现在捷克更不会有意见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时候 跟美国买制走炮 跟这个捷克买制走炮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 现在不是雄身飞弹 跟云峰飞弹 射程都超过1000公里的嘛 那他需要一个载具 他的载具呢 大概是12轮大型的这个载具 我们也可以直接跟捷克购买 捷克有这东西 捷克有 捷克是重工业 各位不要小看捷克 为什么 捷克在重工业上面的发展 是远远甚至于比我们台湾还要厉害 所以呢 事实上可以趁这个机会 刚好跟捷克搭上这个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法国的 幻象2000跟拉法业 即将面临断炊断粮 那是以后一定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况嘛 所以呢 在欧洲的部分 另辟一个 那么武器的一个来源 还有 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 5月15号跟19号 汉光演习 24小时 不间断的这个沙盘推远之外呢 那并且推远之外呢 其实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开始会有连续两天 那么选定了台湾 我们北台湾 包括淡水 包括台北港 包括观音这些地方啊 进行两栖对抗 由这个海军陆战队 跟我们的这个人说 陆军六军团啊 两边直接进行这个对抗 那全台湾 大概有14个地方 中共可能登陆 现在可能登陆这14个地方 不是只有西部哦 现在连东部东北角 全部都要列进去 东部也有 没有错 那这个所谓的红色沙滩 那么下礼拜这个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 从他们的这个演训过程当中啊 来汲取我们可能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那么除此之外 个人认为啊 那么我们的海马式火箭弹呢 本来以为说海马式发射系统啊 可能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战场战事呢 所以拖延 美国已经给我们承诺 最新的承诺是 除了给我们5亿美元的军援之外呢 11套的海马式火那个花射系统啊 会提早在2024年全部到位 然后另外 那么有关于另外再加买了18套 我们总共买了29套嘛 也会在2020年 2026年之前 全部到位 那么84枚的300公里射程的 远程的海马式火箭弹 跟864枚的精准70公里射程的 这个火箭弹 全部会到齐啊 也就是就在我们讲话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武器跟这些弹药 已经源源不断再生产 只是各位没有感觉到而已 隐区院上台之后 整个南韩整个东亚 真的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隐区院真的强硬到我们无法想象 现在美韩军演重新展开 美韩军演重新展开以后 北韩飞弹火大 丢了八枚飞弹 丢了八枚飞弹 南韩不再忍咯 也不再忍气吞声咯 也没有安抚金小炮 马上八枚环翼颜色 而且其中一枚 还是美军发射的 隐区院上台之后 我们就说过 东北亚的局势会出现一个大转变 果然没有错 他上台之后 紧抓什么 我要清美 我要远中的路线 他从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 文在寅时代之后 这个时兵操演已经没有了 对 他6月2号到6月4号的时候 这个韩国跟这个美国的军方 他们在冲绳的外海 进行联合军演 联合军演里面还出动了 美军的航空母舰 能跟他在这个地方 这是多年来 这个文在寅之后 没有再看到了 他把它重新出现 而且出动的战舰 出动的兵力 比过去还多 而且当然是舰直北韩 所以金小炮不爽 他在6月5号的时候 发射了八枚飞弹 想说你要 如果过去文在寅 就是摸摸鼻子就算了 没有他这一次的 隐形院是 欢迎颜色你射八枚对不对 我也不多不少 我也射八枚给你 而且射八枚给你的时候 他这次是很刻意的 南韩军方射七枚 美军射一枚 也就是说我们是两个国家 一起对你恫吓 美国也丢一枚 对那射的是什么 MGM140的地对地的飞弹 也就是说我可以从地面上 直接打到你的这个国土里面 他恫吓的意味相当相当的浓烈 真的是精准打击飞弹 那为什么以前有这么有底气呢 主要原因在于说 6月2号刚举行结束的 南韩的地方大选里面来说 我看到隐形院在总统大选赢一点点 在这次的地方大选里面来说 这个席次是12比5 他的执政党大胜 所以显然他的亲中派 他的亲美派 其实是有票的 于是他胆敢把这个对北韩的游门 我就吹得真棒了 好这一条假的 现在当整个隐形院上台之后 韩国跟美国他的军事同盟 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什么境界 我们不是讲吗 当隐形院上台之后 他第一个我把我的参谋总长换掉了 你不再把我的参谋总长换了 我的陆海空都有参谋帐 我全部都换掉 也就是过去 你不敢站不散战不能站的 这些人我把你弄掉 你这些人不会那么亲美的 我也把你拿掉 换上了新的南韩陆军总参谋帐 普正换 他居然怎么讲 他居然讲 期待韩美两军团 团结一新联合发展 一个什么 天下无敌 没错事实上这个是展现美韩之间的军事合作 为什么这个 这是什么图呢 这是有一个在韩国的韩佛莱斯的兵营 韩佛莱斯的兵营里面来说 有一个叫做联合师 联合师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师叫联合师 下面有两个旅 一个旅是美师的装备 一个旅是韩师的装备 他们整合成一个师 然后由这个师的师长来联合发号这个司令 也就是美韩军力整合的一个象征 那他们办理一个七周年的这个仪式 他们就扩大清楚 过去这文在寅他都完全不参加这个 能够不参加就不参加 能够不办就不办 他这次扩大办 而且他们陆军的这个总参谋长还特意去了 他讲了这句话 期待韩国跟美国两个军团结为一新 然后联合师发展成为天下无敌的部队 所以显现来说 他毫无疑问 他要跟美军更加密结合的这个企图 是相当相当之强的 所以现在韩国跟美军 你不是联合作战 他们根本要整合成同一个军团了 那你看事实上我们就讲 这个里面红色的部分 就是这一次 这个隐习越阵营赢到了这个选票 那是蓝色的地方是 所谓的李在明阵营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红色的阵营 也就是说执政党的部分是 大力的扩张 所以为什么隐习越感越来越强 主要原因是在韩国的政治风向 尤其是民意的 也在出现一个转变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上一次的选举里面 是文在寅大胜 这一次上一次的版图 你办法变 国民党还不知道 只有这么小小的一个 其他都是文在寅的力量 可是这一次 竟然完全翻转回来 对比这两张图 你就可以看得到非常明显 红色的力量是大幅的增加 所以我才说嘛 在南韩的境内来说的话 亲美派的这个票 已经慢慢能够投出来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 当韩国跟美军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之后 中国 北韩 俄罗斯三者的压力 就越来越大了 没错 韩国也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后 我们就讲 事实上拜登目前为止 他的盘算是什么 我们以这个目前 俄乌大战在打仗 对不对 但我们仔细来看 美军到底他在做什么 你看这是俄乌大战所在的欧洲 欧洲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有两个部队 一个叫做这个基尔沙吉的 两栖带命舰 在这个瑞典的外海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杜鲁门号 在地中海参加所谓的 地中海之盾的这个研习 这两台是为了乌克兰而来的这个两台 好 除了这两台 你仔细算一下 在亚洲地区有多少 林肯号在这个地方 雷根号在这个地方 卡尔文森号目前也在这个地方 然后迪里伯里号在这个地方 亚美利坚号在这个地方 美国光是准航母跟航母 就有五艘在这附近 所以现在他进行了冲绳半岛 在冲绳这边进行跟美韩 进行一个雷根号的研习 美韩居然是雷根号去了 南海的话有卡尔文森号 还有林肯号在这个地方 双航母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研练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几天美国还做什么动作 6月3号的时候 一台RCE35的这个飞机 从关岛起飞的时候 飞到这个地方 你看沿着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土 这边做一个所谓抵径的侦查 抵径的侦查 他说距离中国的这个领土来范围 不到29海里 所以他整个把你中国看成一遍 看了一遍 不只是周边有航母在这个地方 这个给你军演给你压力 我的RCE35也到这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 如果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美军到底他的正式的 所要面对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看第二次 当美军这么多的战舰 这样的飞机RCE35这样需要 对中国来讲会有压力 当然有其他压力 而中国 他不敢对美军反击 他现在把气出在澳洲的身上 没有想到澳洲也有P8A 澳洲的P8A在南海的时候 他的殲-16竟然丢这种铝丝 铝块去干扰P8A 没错 那事实上对目前中国来说 当然压力非常大 尤其你抵径观察的时候 但是他不敢对美军的 这个侦察机怎么样 但是他敢对澳洲的侦察机怎么样 澳洲有一台这个P8A海 海神式的这个巡逻机 他在南海进行任务的时候 保洁在南海进行任务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在飞行的过程里面 旁边来了一下殲-16的飞机 殲-16飞机在他旁边 靠得非常非常近喔 靠得非常近的时候你知道 他做了什么动作吗 他故意加速的时候跑到他前面 跑到他前面的时候 就丢一些铝丝出来 丢铝丝 铝丝出来之后 就是类似我们这样看到的这些铝丝 铝丝出来之后 丢出来之后保洁你知道吗 这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 这个所谓P8A的飞机在后面之后 他这铝丝会卡进去 会丢到他的引擎里面去 甚至会伤害到他的叶片 这有可能会让这个飞机 如果真的搞不好的话 可以出现坠机的这个状况 你看如果像飞机这种噴射科机 他连鸟鸡都会受损 那这种铝丝 这种铝块 如果被吸到引擎里面 那么多危险 所以澳洲第一个时间 他们的国防部长马上就开骂 连他们的总理 艾班尼斯都说 我要跟中国抗议 可是总统人家就说 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说因为我们这个 有可能是澳洲的 他锁定我们 比如说红外线锁定 他说我们放这个 P8A怎么锁定你啊 我们放这个是 因为有红外线锁定 所以我们才放这个 这个所谓幼影弹出来 但是无论如何 这告诉你什么 中国无论如何 他只敢对澳洲这样子 去给你耀武扬威 但是你看我们不要忘记 2月的时候 他经过这个澳洲的海域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动作 他对澳洲的 这个所谓的巡逻机 他进行什么 他用雷射光去射他 是射那个驾驶的眼睛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中国也是个 标准的七三怕二 他不敢对美国怎么样 但是澳洲呢 我可能比你强 我也敢对你怎么样 你最近就讲过说 隐习越就任之后 他说我就放弃了 对北韩的推进政策 你说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果然 今天韩美在 美韩在进行军事演习 北韩申请就丢了飞弹 过去很常见 然后其他都习视宁人 可是这次 不但没有习视宁人 还马上八枚飞弹 而且是岛内中 有制导性的飞弹 真的 他不怕冲突 不怕在这帮 而在八枚里面 有一枚 是美军发射的 是 这表示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确定的事情 很简单 因为这中间还发生 还有一个事情 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5月26号的联合国安理会 由美国提案要制裁北朝鲜 因为他 这中间他不断的发射 洲际长程导弹 对 不是说短程导弹 对 可以打到美国 不要开玩笑 而且他有 这个将来是发展 他可以有可能 会带核子弹头 核彈头 所以美国当然提案 要强烈制裁 结果在5月26号 安理会上 被中国跟俄罗斯 聯合否决掉了 对 否决掉 哇这个你说 那这个是不是给金正恩 多大的鼓舞啊 金正恩看这种事情 来了 好坑的嘛 我两个人在挺我 这时候跟你搞大一点 搞大一点 拿大来一起拖下水 现在变成什么情况 变成中国俄罗斯 变成北朝鲜 三个国家变成联盟 变成一个邪恶联盟 对 这个邪恶联盟干什么 这挑衅了嘛 所以今天你看看没有 是北朝鲜又再度挑衅了 所以金正胖又动作了 他故意要搞大嘛 所以这个情况就变成 现在南韩的态度 当然是鹰派态度 很清楚 你刚刚讲的 放弃随心政策 我不会跟你谈 联合国制裁 制裁没过耶 没过表示很简单 这就被两挂了嘛 两个集团已经形成对峙嘛 所以这个对峙的情况之下 金正恩加码干下去的话 会变成什么情况 对冲突的对峙的力量 会快速升高嘛 所以说南北海鲜 比台海还危险 当然危险 不是 他危险以后台海也会危险 不可能在南北韩打嘛 打完之后 中共要牵制美军的部队 他就可能打台湾了嘛 这两边是联动关系 今天你看到的只是说 OK 两边开始对峙而已 我认为后续会升高 因为升高的情况之下 以战逼合 或在战争边缘游戏 已经这个所谓战争边缘游戏 已经是金正恩所采取的 他的战略手段嘛 那怎么会停呢 不会停 所以一定会继续升高嘛 那升高 那美军怎么有准备 美军当然是准备给你干嘛 不可能放过你了 所以这个冲突的结果 很可能导致战争 那这个战争 完全取决于金正恩的 自己主观的想法 然后习近平这时候呢 他怕不怕 他不怕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内部不稳啊 都是他内部 他也是内部问题外部化 对 那二何时 因为有人要夺他的权 对啊 你看韩国现在开始 经过这个冲突以后 他的选票 马上就青美派碾压青中派 那一样的问题啊 那习近平如果这时候开始强硬 这一次是12比5 我查了一下上次是14比3 上次14比3是文在寅14 现在只这样5了 所以同样的问题 现在很简单 北朝鲜经济困难 疫情困难 一大堆问题 情况之下 他需不需要穷兵独武来搞一下 他开始打 因为有战争边缘的情况之下 就巩固领导中心 对 所以这个外部 内部问题外部化的结果 不是只有金正恩需要 还有中国 习近平他有需求 俄罗斯别提了 俄罗斯当然跟着老中走 可是你俄罗斯在俄务站场上 这么惨他不怕吗 俄罗斯在战略上是失败的 但是目前你看这整个情况 看起来讲的话 他仍然 他是老百姓日子很难过 他要存活下去 他的权力反而稳了 他的权力稳固 因为你现在是危机 危机中的领袖 谁敢动他 所以这时候大家都完全 内部呼吁一个很什么东西 叫团结 所以当团结两次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领导人物 开始要闹事情 搞事情的时候 内部 外部闹事 内部团结 这老套了 现在三个领袖 都要干同样的事情 尤其你现在南韩得到鼓舞了 选票大胜 请问你乙齐越会不会让步 他不会了 干到底了 他在选票 已经才二十几万票 差距太小 他需要一个冲突 来巩固他这个执政党的力量 他现在马上成功了 成功之后 所以这个每一个 我现在分析到 每一个单位 除了美国也是一样 都需要一场冲突 对 所以北朝鲜的 朝鲜半岛充足 是可以 是可期待的 而且如果发生的情况之下 会有短兵 他们是真的敢干的 而在海上充足 或是一个小规模的 居士充足的情况 有可能会变成误会 插枪着火 变成一场大型战争的可能性 好 请问 我们知道 两岸之间 我还有一个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你要渡海空气 还没那么容易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大家都要留一步 可是南北还不是 就一个虚拟的北韩38度线 打过来就打过来了 现在邢习越态度这么强硬 美国态度这么强硬 不怕吗 对 这都在走边缘策略 都在走边缘策略 走边缘策略 在看谁 因为在互相叫底牌 那另外来讲的话 董事长讲的没有错 过往来讲 台海的战役 跟朝鲜半岛的战役 其实是相互联动的 因为朝鲜半岛一有事来讲的话 台海可能就恐怕不妙 而且现在又很复杂 再加上一个南海 所以你看到澳洲的这个侦察机 在那边出现的时候 他刻意也去挑衅澳洲 他不挑衅美国的P8 他挑衅澳洲的P8A 为什么 四十挑软的吃嘛 所以现在来讲 为什么 P8A就是侦察机 我现在弄一个东西来 让你眼睛 就是说用那个所谓的铝丝 铝丝 就是让你眼睛瞎掉的概念 让你那个雷达系统不能运作 那什么意思呢 你看喔 这次恶物战争当中 最重要就是RC135 最重要的是P8A 都不断在战场化线 在这个征收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最近来讲 在台湾的台海的西南空域来讲 出动的都是什么 J16 这次出来搞P8A的也是J16 免性J16 对 大部分都在J16在飞 所以他们在测试一件事情 美军来讲 在这边也是RC135跟P8A 所以如果说在这里 运用的档的话 它说不定接下来 会让美军 会适用在美军身上 试试看 看美军有什么反应 如果说 我今天可以对澳洲的P8A 来做这种干扰 这种干扰有效 我就可以对美军来做干扰 上一次印太司令当中海军 海军司令 他也是做了P8A 到了南沙23岛上面去视察 所以他看得出来说 美军他不断的会用 征收的方式去画地图 去画战场 战场的地图 空间地图 所以他现在是什么 就不要你画地图 就不要来知道我的事情 所以他刻意的去释出 这种东西就在警告美国 如果你接下来再继续做的话 我在所有的其他 包含台海南海甚至在东海 都会如实的在用这种方式 来干扰外国的这个 所谓侦察机的一个介入 包含台海南海 咱 prayers 淹呔 饭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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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Flag